Hello 大家好 我是A.T.V 今天呢 沒錯 你們看到這個畫面 就知道我們要來拍Just Feeding 第六集啦 應該沒記錯的話是第六集吧 跟上一集差不多 但是呢 我們今天有新的主角 就是我們的幽靈螳螂 以及我們的最美的蘭花螳螂啦 有沒有看到它在這邊 好可愛 對 好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那我們馬上來餵食我們的螳螂吧 幽靈出來 然後把蟑螂放進去 看它會不會抓來吃 先讓引導蟑螂往裡面跑 哦 哦 幽靈看到了 幽靈看到了 哦 有有有 有它過去攻擊的意思 哦 抓出來吃了 太好了 Sweet 好 那我們就換下一隻吧 好 下一隻是我們的蘭花螳螂 看清螳螂界最漂亮的螳螂 看清螳螂界最漂亮的螳螂 把蟑螂放進去 把蟑螂放進去 哦 有有有要追擊 有要追擊 我們換個角度拍 哦 抓到了 太好了 Yes 好 那我們就換下一次吧 好 第二隻蘭花螳螂 我們準備把蟑螂丟進去 哦 已經看到了 哦 感覺要出手囉 Yes 抓住了 太好了 OK 好 那我們換下一隻 好 下一隻蘭花螳螂 我們準備把蟑螂投入 看會引起蘭花螳螂 注意 哦 直接抓住來吃 哦 太好了 OK 好 那我們來換下一隻 好 下一隻就是馬來元燉糖 好 丟下去以後 應該會立刻的補食來吃 它是非常兇狠的 果然 迅速抓來吃 沒有問題 毫無疑問 OK 好 那我們來換下一隻 好 同樣是馬來元燉糖 這次我會放下麥皮蟲 來看看它會補食 哇 迅速抓來吃 沒有問題 好 那我們就來繼續餵食 下一隻 好 下一隻馬來元燉糖 把麥皮蟲丟進去 看它還不抓住來吃 麥皮蟲不太動 所以堂狼就不太攻擊 那 好快 嚇到我了 超快一瞬間 好 那我們就來維持下一隻吧 好 下一隻馬來元燉糖 好 下一隻也是馬來元燉糖 準備把麥皮蟲丟下去 哇 丟下去瞬間就直接抓住來吃了 沒有問題啊 沒有問題 好的 那我們就來餵食殺一隻吧 好 下一隻馬來元燉糖來發 OK 一丟下去馬上抓住來吃 沒有問題 OK 好 那我們來餵食下一隻吧 好 最後一隻馬來元燉糖 丟下去 OK 也是在立刻一瞬間馬上就抓住來吃 非常的優秀 非常的優秀 OK 好 那我們來換下一隻吧 好 下一隻是非洲流刺糖 我們把蟑螂丟進去 來 看到了 看到了 我們把蟑螂翻過去 OK 抓住來吃了 太漂亮了 好的 那我們就來換下一隻吧 好 好 那第二隻非洲流刺糖 來看看把蟑螂放在桌上 它會不會看見 還是要直接手動餵食呢 好像直接手動餵食比較快 好 那 那就來吧 OK 好 非常順利 OK 那我們就來換下一隻吧 好 最後一隻非洲流刺糖 我們準備把蟑螂丟下去 喔 抓住來吃 喔 抓住來吃 太好了 OK 好 謝謝 那就 這樣吧 那我們來餵食下一隻 好 這隻 好 這隻叫做 叫做 叫做什麼 馬來西亞枯葉眼鏡蛇塔 對 羊羊這麼久還是要想一下 來 掉下去 還是準備要抓來吃了吧 這個角度 看起來就是很攻擊啊 只是這個位置 哇 不太好攻擊 但是呢 這隻應該攻擊得到了 現在他正在 所以我們想要 思考要怎麼抓住這隻 麥皮蟲 OK 抓住來吃 太好了 好 那我們就換下一隻 好的 那最後我們就用這隻手工來幫我們做一個ending 看到了 如果喜欢的话 可以帮我分享 按赞 那如果想 看什么样的内容的话 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那我是AQI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